Tiara 朴昭妍公开了与小他9岁的足球运动员曹又敏在基州岛的新婚度假生活 11日,Tiara 朴昭妍在自己的Insts上发文讲述了她最近在基州岛一家酒店住宿的经历 称,我第二天没有吃早餐 9日,赵妍和宣布与参加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曹又敏一起从卡塔尔返回韩国 他在酒店露台前拍下了湛蓝的大海和宁静的自然风光 据了解,朴昭妍并未出席10日举行的Tiara 成员智妍的婚礼 此前曾出现两人不合的传闻 当天,智妍在首尔中心新罗酒店与棒球选手黄在军举行了婚礼 但朴昭妍回国后也没有作为嘉宾出现在智妍的婚礼上 当天的婚礼上,Tiara的其他成员 Curie、贤恩静、孝敏等人现身 昭妍经纪公司相关人士表示 我们了解到朴昭妍因住在冀州的行程而无法参加智妍的婚礼 对此,网友们纷纷表示 这是证实了Tiara不合吧 不出席智妍的婚礼和老公在冀州岛度假 难道这就是没有不合吗? 想看他们在一起 两个人不用担心可以吗? 昭妍和智妍都是新婚夫妇 祝他们幸福吧 参加完智妍的婚礼就可以住在冀州岛 但因为不合所以不能参加 在不合的传闻持续发酵的情况下 朴昭妍没有发表任何具体立场 继续在Inns更新冀州岛的生活现状 争议发生后 她立即发文称没有吃早餐 之后继续上传与曹又敏度过甜蜜时光的照片 对不合传闻毫不在意 在世界杯结束后 于9日启程前往冀州岛生活一周 据推测是为了让曹又敏从疲劳中恢复过来的选择 在2017年离开提阿拉后 朴昭妍暂停了她的娱乐活动 据悉 两人提前完成婚姻登记后 正在享受新婚生活 原定于11月举行的婚礼 但是因为曹又敏参加卡塔尔世界杯而推迟了婚礼 并计划在2023年举办婚礼 接下来说 IU为Tiara智妍制作珍珠王冠礼物 希望她要一直活得像女王一样 新婚新娘Tiara智妍公开了她从IU那里收到的结婚礼物 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关注 小编获悉 智妍对她在婚礼上演唱祝贺歌曲 并赠送结婚礼物的IU表达了感谢 12月12日 智妍在她的Instagram上发布了照片 并配文 最先来到现场等待我的智妍啊 在公开的照片中 智妍和IU在新娘的等候室里 摆出亲切的姿势 两人笑容灿烂 智妍在Instagram写道 为了我这个爱哭鬼 你灿烂地笑着跳舞的样子 让我又哽咽了 她也公开了自己收到的IU的短信内容 IU在短信中说 礼物是作为你诞生时的珍珠 所以制作了含有珍珠的王冠 作为纪念珍藏 过了一段时间回头看的时候 还记得年轻的时候 你是多么漂亮珍贵的人 所以觉得没有什么比王冠更有意义的了 哈哈 要一直像女王一样生活 好好生活 给予她最好的朋友结婚祝福 智妍也在随后晒出了 上面刻有她名字的首字母 JY的珍珠头饰 来表达她的感激之情 智妍表达了她对IU的爱意 她说 真的很感谢有这么照顾我的朋友啊 还有无法忘怀一起度过的回忆 我爱你 小不点 智妍还表达了对Tiara成员李居立 贤恩静和笑敏的感谢 智妍晒出了与Tiara成员合影的照片 感谢说 一看到姐姐们的脸就流了一瓢的眼泪 姐姐们为什么在这么好的日子里哭啊 IU不要哭 谢谢你们 爱你们 我的姐姐们 观看照片就能感受到Tiara成员们的深厚友谊 对此 网友们也纷纷留言表示感动 友谊长存 IU送的王冠有心了 一定要好好生活 一定要幸福 无论是对粉丝还是亲人朋友 以及前后辈都充满真心的李志恩 值得所有的喜爱 美女们的友谊很美好呀 我们Night3 Line要长长久久 从小到大风风雨雨 一起走过来的感情真的太美好了 Night3 Line友谊长存 智妍要幸福 好真诚的IU啊 结婚了也是我们的可爱芒内娜 此前10日 Tiara智妍与棒球运动员黄在军结婚 IU作为1993年出生的同龄朋友 及亲密好友 为智妍献上了自己的歌曲《绽放》 作为祝贺歌曲 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关注 接下来说 韩国将翻拍主演开端 男女主候选人有 车银忧 李忠硕 金索炫 韩国将翻拍 白敬廷赵金迈主演的电视剧《开端》 目前主演未定 网友推荐人选有 车银忧 男祝贺 李忠硕 金索炫等 2022年1月11日 在腾讯视频上映的《开端》 绝对是今年的爆款 《开端》主演是白敬廷 赵金迈 还有刘亦军 刘涛等人特别出演 主要讲述的是 由肖鹤云和李诗琴 在经历公交车爆炸案之后 死而复生 陷入时间循环中 并最终利用循环破案 解除循环的故事 《开端》自上映以后 获得了非常高的关注度 只有19集的电视剧 目前全网播放量高达23亿 集均1.21亿 除了播放量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之外 《开端》的口碑和评分 也是一路向上 好到爆 目前《开端》豆瓣评分 达到了7.8分 大部分人都给出了 4分以上的高分 不过也有人觉得 《开端》在拍摄过程中 也存在了一点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 《开端》剧组为了过审 删掉了很多精彩的镜头 另外一些刺激的镜头 没有被拍出来 因为中国不允许 这次韩国翻拍《开端》 获得了很多网友的支持 主要是因为大家希望 韩国可以把一些精彩的镜头 拍出来 毕竟韩国的审核更加强大 不用害怕电视剧拍完了 却因为审核而无法上映 除此之外 网友们也纷纷推荐男女主角人选 女主李诗情的推荐人选 主要是金索炫和韩孝舟 金索炫的支持率比较高 金索炫是童星出道 今年23岁 拍摄过很多经典的作品 比较出名的有 《绿豆传》的董东珠 《打架吧鬼神》的金贤智等 让23岁的金索炫 饰演大学生李诗情 在年龄上还是非常符合的 韩孝舟是1987年出生 今年35岁 如果由他来饰演大学生李诗情 在年龄上是有点偏大了 不适合 但是韩孝舟是最年轻的青龙影后 演技是非常好的 如果让他来饰演李诗情 应该还是可以的 只要妆容上到位 不会显老就好 男主萧云赫的推荐人选有 车银忧 男朱赫和李中硕 车银忧今年25岁 在年龄上符合男主萧赫云的年龄 男朱赫今年28岁 在年龄上也可以饰演萧赫云 男朱赫饰演过 《步不经心》《丽的王佑》 也饰演过举重妖精金服猪的郑俊亨 《何博的新娘》里的何博等等 有着非常优秀的作品 李中硕今年33岁 主演过《匹诺曹》 《翡翠恋人》等电视剧 曾经获得过《华美奖》 最佳男主角奖等等奖项 在电视剧方面 有着非常优秀的代表作 每一个演员都非常好 你觉得他们谁最适合出演 萧赫云和李世晴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